哈囉 大家好 我是Guy 今天來到大家期待已久的 清水健先生的私密訪談 大家好 男友歷22年 出演本數1萬本 AV男友的親密研です 喔 超級的 那今天特別準備了很多 非常刺激辛辣的問題 要來訪問清水健先生 那我們就一題一題來吧 早期拍片的時候會不會緊張 如果緊張的話都是怎麼克服 啊 每次都緊張了 那也是很慣 但是我非常好奇一件事情就是 男生在緊張的時候 通常沒有辦法工作 要怎麼樣讓自己進入這個工作的狀態 那我沒有緊張的緊張 我真的太興奮了 緊張了 但是 緊張的緊張的話 我沒有緊張的話 我沒有緊張的 那我沒有緊張的 拍過這麼多片 跟這麼多的AV女優交手過 有沒有哪些片子是 你拒絕拍攝 當你想要拒絕這個工作的時候 你會怎麼辦 哈哈哈哈 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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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女生的卵 哈哈哈哈 我斷了 但我來現場的事 我來現場的事 我來現場的事 所以我來現場的事 我來現場的事 我來現場的事 那是怎樣的 太超過了 我明白了 那既然清水健先生拒絕了這個片 他有沒有挑戰過什麼 他覺得最特別的主題 特殊了 那是 雪山 然後是沙漠 72歲 双子和三P 好厲害 對 那是 午前中 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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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清水健先生還有辦法進入工作狀態嗎 可以 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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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真的是 不愧是專業等級的 身為一個專業頂尖的AB男優 他的年收入可以到多少 剛入行的新人呢 他的年收入又大概是落在哪裡 新人 可能 月一萬元 沒有拍攝 一本三千元 大概一萬元 一部戲三千日元 所以大概是一千塊才賠 然後我 男優 最忙碌的時 我最忙碌的時 我認為 多少錢 我還沒想到 以清水健先生的行情 我覺得他一年應該有 一千到一千兩百萬 那些少許 三千萬元 AV男優 活動時 三千萬元 但是 現在 有收入 AV男優 辞了嗎 沒有 因為清水健先生 紅了 他現在 知名度越來越高了 目前在台灣 耳熟能詳的 AV男優 一個是 加統英 那一個就是 清水健先生 要我講出第三個 我還真講不出來 有誰 東尼大目 啊 東尼大目 東尼 對 東尼 東尼是我的大先輩 高尼也是大先輩 不同時期的佼佼者 這邊我很好奇一個地方是 就是 AV男優應該也有面試吧 那我想知道 他的面試內容是什麼 那我想知道 他的面試內容是什麼 我沒有面試 但是現在面試 有面試 準備開始 三十分之間 哪一回 射制 哪一回 哪一回 競爭 最早的人 準備 開始 哦 可是這樣子 會不會有 就是早洩的問題 就變成說 他在拍片的時候 他也是一上去 然後就撕了 那片子就沒有辦法再拍下去了 那 就沒有辦法再拍下去了 這是 撮影中 有很多事情 所以 撮影中 有很多事情 所以 意識分散 所以 就會變成痴癢 順便再請問一下 清水仙先生 就是 合作到現在的AB男優 AB男優 呃 對不起 等一下 合作到現在的AB女優呢 最喜歡的三位 三位 三位 對啊 大家都不錯 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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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有什麼特點 是比較吸引你的地方嗎 是她們的表情 情緒 還是身體 大家 在H的時候 很誇張 那裡 例如 阿部 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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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搭 我希望 三位 有特點 是讓她吸引她的 不曉得你們AB男優 或是你個人的生活作息是如何 晚上9時起床 11時半位置一個目的現場 15時的拍攝終了 我會去職業 18時到2個目的拍攝 22時終了 大家吃飯 2時到2時 那這樣不會覺得說在重訓的時候 會覺得特別累嗎 沒有 我會去職業 所以我會去職業 但如果腳踩太多 我會覺得很困難 拍片的時候抽筋嗎 沒有 因為我常常有 我會去職業 然後我會去職業 我會去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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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懂的意思 就是你雖然抽筋 但是你沒有辦法自己喊停 因為導演沒喊停 所以你必須臨場反應 隨機應變 平常工作中 就已經有這麼長時間的性愛方面 日常會不會對這方面 少了很多熱情 沒有 有特別的情緒 真的嗎 真的 那我們都知道就是 AB男優的工作 非常的繁重 也非常的吃體力活 那清水健先生 平常會怎麼樣保養自己的身體 或是你有沒有吃一些補充品 我非常心情在想 睡眠時間 每天都要睡眠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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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會吃一整天 身體建造師 也會吃很多 磨蘇 青水健。 Avocado, Kurumi,青菜。 今天我們吃了一些葡萄蘿蔔。 青水健先生也是賣口徑的使用者嗎? 是嗎? 他也是賣口徑的使用者? 是,是。 新美片! 還有... BCAA 今天我們是帶的東西, 還有... 摩卡口味的先生。 這個吃起來很像威化餅 就是酥酥脆脆的 不是我們自己在說 清水健先生也是 他說吃到現在 mic protein的蛋白棒是他吃過最好吃的 回到上一個問題 那想請問一下清水健先生 平均一天花多長的時間在做重訓 我去三次或四次的健康 一次的健康時間是60分至70分 這樣算是運動習慣很好 對 以前是筋肥大 最近是神経的健康 還有動作 比較偏功能 了解 不曉得清水健先生對自己的指力 有沒有信心 指的技術 不曉得說的話 會變成謊 但是 我準備了一個小小的挑戰 要來跟清水健先生玩一下 什麼意思 不錯吧 我準備了這個 手指訓練器 要來跟我們的清水健先生 PK一下 看一下 我們用這兩隻手指頭 啊 這裡嗎 我這裡 這裡 這裡 那 我這邊跟清水健先生挑戰30秒 看誰 看起來比較累 疲累嗎 OK 3 2 1 3 2 2 3 3 4 3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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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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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該硬這樣不行啊 看上神色自弱 我這個手指已經縮起來了 鉛筆這邊腫腫的 大丈夫嗎? 還沒 大丈夫嗎? 你們這樣看起來怎麼樣? 當然是你看起來太累了 喔 真的嗎? 專業他還邊笑邊做耶 但其實手指不需要的力 只要按摩抹抹 我不會動 手這樣按摩抹 一番奥まで指を入れます ちょっと上に押して 手前に引っ張ってきて 突き当たったところがGスポット 這個力量出現 変にさっきみたいに動かしちゃうと ポイントがずれちゃうので 一回見つけたらそこから指を離さない ここにクリトリスがあるから それを… なるほど なるほど 找到那個点之後 不要在那邊死命的口 死命的口 亂搞一通 對 亂搞一通 不要這樣 找到點比較重要 健身的起因 最滿意自己身體的部位 最想要加強自己哪一個地方 筋トレのきっかけは 元々すごい痩せてたんで コンプレックス 22歳の時にジムに行き始めたら 突然勃起力が上がったんで それでどっぷりハマりました おー 体の中で一番気に入ってんのは シトーキンですかね はい もっと 鍛えたいなと思うところは 肩 肩 那像我自己在蒸肌 或茸子的時候 都會喝很多的乳腥蛋白 尤其是茸子的時候 反而會喝的比蒸雞的時候多一些 那想問一下就是清水劍先生 他一天會喝多少乳清蛋白 那最喜歡的口味是什麼 然後想請問Kent上就是有沒有推薦一些 我們突手的訓練動作可以提供 不管是持久性或是硬度的一些 突手訓練動作 一個是スクワット 另一個是インナーサイト 內転筋を鍛えるトレーニング 內転筋 那就やってみましょう 我? 我? 那你問了 まず足の裏と足の裏をくっつけます 最初の5回は ちょっとそんなに力強くしなくていい 全部で20レプス 20回やります 軽く力を入れて で、僕が開くのでそれにちょっと耐えてください 閉じて で、耐えて もうちょっとで力を入れていいですか はい、で は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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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はい 3 4 5 5 よし、ここから行くよ せーの 6 はい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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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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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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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10 9 9 9 10 10 9 10 10 9 9 9 10 9 10 10 10 9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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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要讓另一半覺得自己有被尊重的感覺 不要結束啊 自己弄自己也 或者就跑去做其他事情 打妹 男生的小弟弟他有尺寸 那有些人會比較大 有些人比較小 那比較小的通常他會自卑感會比較重一點 那想問一下片長就是要怎麼樣克服 就是男生小弟弟比較小這件事情 与えられたものを議論するのではなく 与えられたものをどう使うかを議論した方がいい だから正直ペニスの大きさというのは関係ありません 大体ペニスの大きい人 自慢してくる人にセックスの上手い人がいないんです 理由はそれは大きさに頼って使い方を考えてない 勃起した時にペニスが8cmあれば女性を満足させられるっていうデータもあります なのでさっき取ったこのおすすめの6体に これをしっかりと意識してやる 肩を動かさないとか 的確に気持ちいいところに当てる さっき言ったしみくんにとか そういうのを駆使すれば 女性も満足していただけるん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 這個問題呢 應該也是蠻多人會有的問題 就如果自己的女伴 或是自己的另一半 他不喜歡從事性行為的話 那怎麼辦呢 その彼女がセックスが好きじゃない 好きじゃない理由を探っていく必要があります 本当に気持ちいいセックスをしたことがないから好きじゃない なんか嫌な思い出があるとか 生まれもって例えば性的なものに関心がないっていう人もいます だからその女性がなんでセックスを好きじゃないかっていうのを理由を探り当てて そこから本当に気持ちいいセックスをしたことがないっていうのであれば 自分がしてあげられることをする 性に興味が湧かないっていう人もいますので そういう人にセックスしようセックスしようって言っても ちょっと心の負担になるので それはお互い話し合って セックスをどうしていくかを話し合えるべきな なぁ 想問一下 Kentさん 就是 對那方面 比較有經驗 所以 女生去的話 通常你是有辦法察覺到的嗎 平常要怎麼從女生的表情 或是知己去觀察她說她到底有沒有高潮 はい これは 分かんないです 分かんないですし 行ったかどうかを気にしてしまうと 本当のセックスではなくて スポーツ的なセックスになってしまうので 僕はあまり その相手が行くことに対して そんなに重要視したいね どうしても 女性を行かせようとすると 終わった後に 幸福感じゃなくて 達成感っていうか 行かせてやったぞみたいな気持ちになるので ではなくて お互いにこう 幸福だと思えるセックスを 僕はしたいなと思う人です あー 就所知 我知道 男生他可以等一下 就比如說 男生如果已經去了 那女生還沒到的話 也不能再繼續下去 有些男生他會稍微等一下 讓女方先高潮之後 他自己再高潮 這樣子 まあまあ それができる人だったら いいんですけども うーん できない人 すごいですね Yさんそれできるっていうのは まあ まあそういう人は まあ それできる人は それでもいいと思うんです で 行ったかどうかっていうのは 本当に 自己深刻の世界なんで 分かりにくいですね 人によって 生き方が違うんで だけどセックスっていうのは お互い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ながら ど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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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見 言い合ってた方がいいんですよね そうそう それでね信頼関係を結んでいくので まあ 行くをゴールにしてしまうと なんかこう 本質的なセックスを見失いがちだけど でも 私たちは これが 相互配合は とりあえず まあ それが一番いいと思います まあ それが一番いいと思います 感動ね なんで 親手里建先生 触膝常談 最後最後一個問題 想請問 Kenさん この成就 他自己 有什麼心得 同じセックスの形の人 一人もいないんですよ 人それぞれのセックスの形があるから ずっと興味が湧き続ける この子はどうしたら喜ぶんだろう どういうセックスを望むんだろう っていうのを いつも考えながらやってます 皆さんに こう伝えたいことは 100人やったって 自慢する人いますけど 100人と 1回ずつ やってる人よりも 1人と100回やってる人の方が セックスはね うまいというか 深いんですよね 100人やったって自慢する人は 入れた瞬間が ゴールになってるんですけど 1人と100回やる人は 入れた瞬間が スタートになってるんです ワンジェン 其實不是一個 值得ない炫耀的事情 そうですね 人数を自慢してくる人は あまり 自慢してくる人は ないですね まあまあ 僕は一番にやってますって言っちゃってるんだけど まあまあまあ それはね 職業柄ということを 許してくださいね 以上就是今天的訪談内容 真的是十分的感謝 清水健 シュミケンさん はい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那今天呢 不論是一虧了 AB男優的生涯 也學到了非常多 不管是提升性能力 或是取悦另一半的技巧 那真的是 受益良多 那影片的最後呢 我們清水健先生 有一句話 想要送給我們 台灣的朋友 Dank 體貼的伴侶 沒錯 Dank 體貼的伴侶 那今天的影片 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下方留言 或者是 如果你想看什麼 想看的內容 也歡迎留言給我 我是健人該一 我們下次見 拜拜 バイバイ 覚悟了 Dank 體貼的伴侶 對 なんていう意味 對 優しい伴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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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語 教えてもらいました Dank 體貼的伴侶 謝謝